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我是李慧儀 今集嘉賓有Samuel,Samuel你好 首先和大家看看香港和內地股市的收市情況 深戶300指數收市佈3877點跌28點 上證綜合指數收市佈2891點跌18點 深證成分指數收市佈9647點跌98點 港股方面恆生指數收市佈26326點跌2點 國企指數收市佈10424點跌2點 大股成交金額是620億左右 Samuel也看看,今日持續還有300行動 局勢還未好穩 不過港股年跌了幾天之後 今早也有少許反彈,一度都升至206點 反彈力不足,中午收市升至80幾點 收市後升至2點 後市是否都不樂觀,收不收到26,000點 暫時,可能向下網都會先看26,000點 早前提到,早段開市是升至200多點上來 但要留意一下,其實收市整個市房 由早上開始已經一直向下跌下來 而且由收市之前,某一個很短的時間 其實曾經是試過倒跌的 所以你看到,只看圖方面 都看到今日之陰燭相對來說是比較肉酸 而且仍然是叫做,兩個畜生都是長過昨天那條 所以你說暫時,可不可以叫做有一個反彈呢 都仍然是叫做有太多未知的因素在這裏 比如說香港,自己本地都仍然可能有很多示威事件 尤其是,今天就摘著星期五,接下來星期六日方面 都仍然叫做,可能預計或者要有心來準備 就是這些情況都仍然是會叫做持續 所以暫時,你和本港的投資氣氛 相對來說就不是真的那麼好 另外,中美的談判方面 自從過去那一兩天,你說說了可能 暫時就著農產品購買那個額度的情況方面 就沒有太大一些消息出來 所以暫時,內優、外患的情況都仍然是叫做持續 所以你說恆子,現在暫時,可能RSI跌到40、41方面 又未是真的屬於非常之超賣的水平 所以你說就算買,或者叫做有一個反彈也好 都不好如它可以做到一個很大幅的技術性反彈在這裏 過往你說跌了成千多點下來,是可以叫做有少少反彈的 但你留意早段可能已經叫做彈到二百多點 其實有機會已經叫做緩一緩了 而且你說,星期六日到時香港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大家要叫做留意著那個時態發展 另外一方面,下個星期就沒有什麼太大中國方面的經濟數據出來 唯一可以叫做看下的就可能是 你說20號方面是叫做有一個LPR的數字出來 如果你說到時,你說LPR的利率沒有什麼太大的下跌 或者都仍然是叫做沒有動過的 你說內地放水的情況,或者那個衝勁都叫做沒有了 連同你說剛剛出到來的那些固頭或者PPI的數據來說 其實整體那個下行壓力都仍然會叫做比較大 所以就沒有什麼A股方面 沒有什麼一些太大的衝勁因素可以扔回港股上去 所以短線來說,都可能會就著 你說26,300至26,000這些位置 暫時會,相對來說都會叫做看淡一點 而且,你說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穿了26,000,即是過往 在10月11日這一支揚竹底部的話 就要留意一下下市的機會都仍然會比較大 留意一下下面仍然叫做有一個比較大小的上升利口 明白的,但是它的氣氛這麼差 啤酒股最近的走勢又反而不錯 見到華潤啤酒和百威表現都不錯 百威今天一度都漲接近6% 最終收市都升了超過4% 報29.6毫半 破了10天和20天線 為什麼今天會升這麼多 好像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利好消息 啤酒股自從今個星期起開始 都叫做升得急一點 就不只是今天 相對來說,要講的因素 一來,你說可能大隻一點 那隻白威,你說早幾天的時間 是叫做出了一宗收購回來 相對來說,給到那個日價是1.多倍 叫做是比較高一點 這一點是叫做有助去憧憬 你說可能啤酒股的股值方面 在這一點會叫做有些提升 另外一方面,其實過往幾天 你說可能啤酒方面的A股 其實表現都叫做比較強一點 始終消息面上 或者你說真的有些政策出來的因素 就沒有什麼的 反而見到你說內地 是叫做有少少周邊的消息 就是在傳 你說那些公司去到12月 一月,你說相對來說 叫做天氣比較冷一點的時間 都仍然是叫做 可能你說有少少加價的情況出到來 那這一點是可以叫做 你說對這些啤酒股的股值 有少少的提升在那裡 而且你說看回過往第三季的業績 所以相對來說 其實你見到過往幾天 青島和青啤或者你說潤啤方面 那個走勢都會叫做比較強一點 除了你說加價這些基本因素之外 你說可能市況方面做得比較差一些 例如說金融股方面 你說可能這些因素都會叫做支持內需股 是叫做可以炒得上來的 在過往的時間 例如看見一些體育用品股 你說的食品股 或者這些飲品股 相對來說都會叫做 在市況弱一點的情況之下 叫做比較受歡迎 所以暫時來說就叫做解釋 為何他們的股價相對來說 會叫做比較硬一點 但是要留意一下 當然現在這幾隻你說頭三隻 你說青啤、軟啤和百威方面 正在交易的股值 大概都已經上去四十幾五十倍左右的PE 其實已經跟之前的時間一樣 相對來說比較 fair value 或者其實已經叫做比較貴一點 暫時會叫做不建議在這些位置買住 始終可能你說以股值的問題來講 都已經是叫做大概反映了 剛才說的因素 就不建議現在入住 明白 除了百威之外 最近都有一隻股 很多人提及的 就是阿里巴巴 今天都開始招股 招股價上限只188元 以每售100股來計的話 入場費都一萬九元 其實算不算貴 加上如你所說 香港現在都面對內優外患 其實阿里還能否抽到一個 暫時如果你說 以單一手股價來計 就不是真的非常貴 始終你說如果要比起 科網巨頭來講 你用騰訊來比的話 其實騰訊了三萬幾元 所以又不算是真的 對於一些散戶來講 是非常之很難去承受的 但是反而就要留意 他們本身的因素炒完了沒有 尤其是你看到過往 例如你說看阿里巴巴 自己本身要炒基本因素 都會叫做炒回核心商業 即是做零售 批發或物流這方面的核心業務為主 當中這個業務佔渠的收入佔比 去到八成幾 所以最主要都是看回這個因素 或者最主要看回這個業務的增長潛力 過往的時間 可能都要炒回 你說那些內地的內需都仍然叫做比較厲害 或者你說雙11那條數做得比較好 那這件事是事實來的 但是就著其實基數相對來說 已經叫做拖得比較高一點 那麼雙11見到今次的增長幅度 其實是有少少仿慢的程度 所以就變了 其實你看到可能美股各方面 你說在美股上市的股價 在自11月11日之後 其實已經開始回了下來 所以就變了 你說接下來股價可不可以叫做 突然之間又叫做標上去 或者叫做再炒上去 都可能要看看你說自己內需 或者你說本地的方便 會不會有其他網購 或者你說其他零售的政策出來 才叫做再刺激到股價 否則我覺得你說可能 暫時以美股的股價來看 已經叫做大概反映了 你說雙11那個表現非常之強勁的這個因素 如果你說想長渣或中線的 那可以的 那始終你說可能在買它的股值方面 你說比騰訊相對來說 是叫做有少少優勢的 你說FORWARD PE 相對來說都會叫做比騰訊為少一些 那而且你說在那個的 數字媒體方面 譬如說可能 你說說online的廣告 或者其他遊戲的廣告方面 那個佔比呢 相對來說叫做小些 你說佔10%左右 而且你說可能 你說可能 就變成 你說面對著 你說可能遊戲監管的風險 會叫做比較小些 那反而騰訊就不是的 騰訊自己本身 一來的戰比相對來說 會比較大些 那二來你說本地 內地方面 對於你說遊戲監管 這些的因素 都會叫做比較重些些 那所以你說騰訊 面對的風險 其實實際上 會在這一方面 比亞利來說是比較大些 那所以你說 一來這個風險會叫比較小些 那二來股值 都仍然是叫做 有少許的水位在這裏的話 就變成可以靠著這個因素 就叫做炒高一點 但是就不期望 可以叫做 突然之間 你說單日再升回11成上去 那始終你說過往 最大佔比 譬如可能最影響得大的 你說雙11 或者你說其他零售 那些因素 7788都已經叫做反映了 但是如果你說 以現金抽的 都可以叫做先拿著 但是就不建議 以孖展抽著 始終可能講股方面 一來你說最近的 HIGHBO 叫做抽了上去 你說一個月 三個月都好 所以就變成你說 如果以孖展抽的話 相對來說 你短期內 可以賺到升幅 又未必夠夠 所以短線 如果你說以現金抽一抽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就沒有期望 有一個太大波幅的升幅在這裡 大家都可以參考Samuel的意見 以及謝謝Samuel 你這麼詳盡的解釋 也想申報 有沒有持有上述所提及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謝謝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